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赵四小姐赵一迪而言 她为的就是爱 作为民门之后少帅张学良的爱人 她曾经坚信着 爱是补给 是阳光 是水和氧气 也是她一生的壮丽梦想 也因为这爱 她坠入深渊 地道尘埃 与她生死相随 成就了一生传奇 1912年5月28日 赵四小姐出生在港岛 父亲给她取名字的时候 无意抬头发现了天空 漂浮着一道起立的霞光 分外迷人 于是她给宝贝女儿取名 启霞 她还有一个英文名字 伊迪斯 写音伊迪 因为她喜欢赵一迪这个阳气的名字 所以一直沿用 又因为她在家里排行老四 家人索性昵称赵四 外面的人则称她为赵四小姐 她的父亲赵清华 在北洋时代 历任金浦 护宁 广九等铁路区局长 后来官至交通次长 在香港度过童年后 赵四随父亲来到天津 前后在天津 浙江小学 和中西女子中学读书 因为天生丽质 又品味出众 所以十五岁时 便做过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她是那个年代标准的白富美 1927年 十六岁的年纪 正是情斗初开 骄傲的赵四小姐 却从来没有为谁心动 直到一次菜公馆舞会 她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是心动 那天 初入菜公馆舞会的人 都是社会名流 所以那里的贵妇和千金们 都珠光宝气 浓妆艳抹 而第一次去舞会的赵四 装扮清俗淡雅 似春日之子 悄然绽放在世人面前 舞会上的公子大贵 都被她那份 独特的清纯气质吸引 陆续不断邀她共舞 却都被她拒绝了 第一次来到正式的社交场合 她还真是不大习惯 只是静静地坐在一处 正喝着茶水 忽然场内一阵骚动 有人喊道 少帅来了 舞池里的人们 都停止了舞步 翘首以待 只见一位英俊潇洒的军官 被一群副官和侍卫的簇拥下 进入舞池 名媛太太们蜂拥而至 要她共舞 这位少帅就是东北军阀 张作霖大帅的儿子 张学良 对他早有耳闻的赵四 发现这位少帅 比他想象的更出众 张学良也一眼就发现了赵四 对视的刹那 张学良没有丝毫犹豫 便阔步走到他面前 要他共舞 这一次 他伸出了手 没有拒绝 一见钟情 你信吗 那一晚 赵四和张学良 都相信了 迷人的音乐 迷人的舞姿 迷人的眼神 英雄美人 连枝盛开 那一舞 他和他都不能自拔 以后 但凡商流社会的舞会 只要有张学良出席 就可以看见赵四的身影 尽管两人越爱越浓 赵四的处境 却越来越难堪 因为张学良 早已经有了夫人 于凤智 当赵四的父母 听到了女儿的一些 风言风语 看着每天都因为跳舞 回家很晚的女儿 他们不得不限制了 女儿的行动 不许他再去舞会 更不许他与张学良见面 赵家在天津 也是名门世家 他的父亲为人正直 为官清廉 在社会上的口碑极好 所以他们家里 是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此时 张学良的父亲突然遇害 张学良离开了天津 返回奉天 去处理家事国事 后来 待局势稳定后 张学良 接替了父亲 总司令的职位 他才得知 赵四已经被父亲 禁足在家中 后来 在赵四哥哥的帮助之下 他去奉天 见张学良 被安置在 优雅的北陵别墅 几个月的别离和相思 让两个人的感情 明显更近了一步 那些日子 张学良只要有时间 就去看他 两个人每天 都如交四期 如影随形 可是来到奉天不久 赵四就在报纸上 看到了一条 关于父亲的声明 称私女不孝 与人私奔关外 犹如门庭 从即日起 与赵四脱离妇女关系 断绝一切往来 并宣告自身惭愧 从此不再为官 看到这条声明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 小姑娘来说 不亚于晴天霹雳 这是真正毁灭性的打击 父亲从小 就视他为掌上明珠 他却亲手 毁了父亲的前程 不仅如此 他当时的朋友 同学都像躲着温神一样 避他而行 张学良的夫人余奉智 根本就不接受他 做妾都不可以 更别说 井大帅府 只能以侍女和秘书的身份 在他身边 赵四怕了吗 他不怕 面对父母的不解 赵四痛苦 但不纠结 面对外人的流言蜚语 赵四心冷 但不悲伤 面对张学良家庭的抗拒 赵四亦是丝毫不慌不惧 因为他一旦爱主 管他春夏秋冬 十岁枯荣 小王子中说 如果想与人产生羁绊 就要承受流泪的风险 想必他早已做好了准备 他的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魄 是温柔 也是力量 他们生活在民国时期 那是一个极好的时代 文桃武略 百叶殆星 然而 也是一个极坏的时代 战乱纷飞 祸世绵绵 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和杨虎成 发动了西安事变 逼迫蒋介石抗日 后来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夫妇 飞离西安 不料蒋介石背心起义 软禁了张学良 那时 张学良已经将赵四和他们的儿子 安排去了香港 软禁张学良期间 于凤智被允许与之同住 几年后 于凤智患了重病 被安排去美国医治 张学良提出一个要求 希望允许赵四陪同 当时 工作人员都觉得 这个要求太荒唐 赵四在香港 一时无忧 儿子还不足十岁 应该不能愿意陪同软禁 过辛苦 没有自由的日子 可出乎意料的是 得知这个消息的赵四 没有丝毫犹豫 他把儿子 寄住在美国一个朋友家里 忍着和儿子分开的痛苦 很快来到了张学良的身边 自此 他寸步不离地伴随他 度过了那五十多年的 幽静岁月 无疑 这就是过命的感情了 则已成终老 写一人摆手 许是爱情最美好的归宿 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实现 1964年 于凤智与张学良离婚 至于离婚原因 说法不一 有人说 是因为他信了基督教 不能有两个老婆 只能选择一个 他选择赵四 也有人说 是蒋介石方强迫离婚 因为于凤智在美国 要断了他美国的后路 我更倾向于前者 女人这一生 有谁不看重自己的婚姻呢 委屈了她这么久 是时候给她一个光明正大的 名正言顺的张学良夫人 1964年7月4日 在宋美玲和十三位 有人的见证之下 张学良与赵四 在软禁之地 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有情人终成眷属 虽然原配于凤智 去世的时候 在墓碑旁边 给张学良留了位置 希望他百年之后 可以合葬在一起 但是他再一次选择了赵四 赵四在两千年六月去世 终年八十八岁 此年张学良也随着他而去 在去世后 两个人进行了合葬 永远相依 我们回看赵四的一生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爱 虽然过程充满痛苦 绝望和静悸 他却始终以一种倔强的姿势 来守护他的爱情 他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爱一个人 爱了一生 世间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能在茫茫人海 遇到彼此 已经很不容易 他们还能冲破世俗禁锢 在最好的年纪相爱 最坏的境遇相持 成就了这份感情 他这一生 纵然坎坷 依旧活得 硝烟刚烈 浓淡相宜 这就是今晚 我们想和大家 分享到的内容 爱情 一个我们永远 逃不开的话题 爱情是美好的 它是补给 是阳光 是水和阳气 爱情也是慌张的 它让人坠入深渊 也让人低到尘埃 对故事里的赵四小姐来说 爱情是生死相随 也成就了一生传奇 希望我们都能拥着 爱情的美好 投入热气腾腾的生活 让它成为 你慢慢人生路的 一抹幸运和亮点 也期待着 在下一个未免的深夜里 和你的再次相会 我爱你 亲爱的